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三则重要新闻 快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南海举行的小范围会晤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局势、中俄合作 以及乌克兰危机等重要议题 习近平强调中国院与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加强团结合作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而普京也表达了对中国发展的支持和合作意愿 接着我们转向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 美国官员指控俄罗斯正在研发能够摧毁 数以百计低轨道卫星的太空核武器 此举引发了全球对太空安全和核武扩散的担忧 美国情报显示 俄罗斯在2022年2月发射的一颗卫星 可能用于测试反卫星核武器的设计组件 这消息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最后带大家看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态 中国当局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 推动地产股价大涨 香港恒生内地地产指数上升了4.9% 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新高 尽管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但官方的利好政策似乎为市场带来了一些信心 许多开发商的股票也因此大幅上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举行小范围会晤 习近平表示 中国在面对国际大变局时 始终保持战略定力 致力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是现代化 中方院与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加强团结合作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 普京则称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 并表示俄方院与中国及全球南方国家合作 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和多极化的世界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习近平支持召开各方平等参与的国际会议 推动政治解决 普京表示 俄方院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并继续与中方保持密切沟通 两位领导人道别时军表示 将继续保持紧密联系 确保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官员指出 俄罗斯可能正在开发能在太空中使用的核武器 2022年2月 俄罗斯发射了一枚卫星 用于测试潜在的反卫星武器设计组件 这引发了美国的高度关注 虽然该卫星为携带核装置 但美国情报显示 它与俄罗斯的反卫星和计划有关 拜登政府 国会和外部专家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一旦这种武器被部署在太空 莫斯科将有能力以核武摧毁数以百计 位于地球低轨道的卫星 这一情况令人质疑克里姆林宫的意图 并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太空核武计划的警惕 香港电台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共同出席中俄文化年开幕式 即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专场音乐会 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互办主题年已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优良传统 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亮点 习近平强调 中俄文化年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项目 进一步释放两国文化合作潜力 开创中俄文化交流的新未来 为两国人民的相知相亲注入心动力 普京在致辞中称 俄中建交75年来 双方关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当前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俄方院与中方深化人文交流 增进彼此了解 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提制升级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 在利好消息推动下大幅上扬 中国当局正在考虑让地方政府 从陷入困境的开发商 手中收购数百万套未售房屋 以缓解持续的房地产业危机 香港恒生内地地产指数大涨4.9% 达到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点 一些违约开发商如花样年 和和景泰富的股价 分别暴涨63%和40% 市场预期当局会出台更多利好措施 稳定房地产业 中国国务院计划与相关部门 讨论区库存建议 地方国企将用国有银行贷款 以高折扣购买未受房屋 部分房屋将作为经济适用房出租 然而雅居乐的债务违约事件凸显了房地产业的危机持续 尽管官方鼓励已就换新 但参与者难以变卖现有住房 令这一方案的成功性存疑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美中关系因AI和半导体 芯片技术纠纷日渐加剧之际 微软计划将数以百计的AI及云计算领域的工程师 迁往其他国家 微软正在询问大约七八百名涉及机器学习 和云计算工作的工程师对迁移的意见 这些工程师主要是中国公民 此举正值美国政府逐步加强 对中国开发尖端AI技术能力的限制力度之际 白宫考虑对云计算公司提供AI芯片的服务设限 微软强调仍致力于在中国的运营 并向一部分员工提供了外签机会 美中双方在日内娃首次就AI技术举行会谈 讨论了AI的风险及管控方式 表明了双方对AI技术的担忧和希望 星岛日报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厂区 发生爆炸事故 导致一名化学品货车司机身亡 41岁的吉特隆在运送废料时发现问题 停下来检查油罐 因无法控制的压力释放 它被钝器击中并从车上被抛出6米远 尽管被送往医院 但它伤重不治 台积电表示设施没有损坏 员工和施工人员没有报告相关受伤情况 台积电正在投资650亿美元 在亚利桑那州建设三座晶圆厂 以减少对台湾总部的依赖 这个项目将从2022年晶片法案 获得116亿美元的联邦补贴和贷款 但在凤凰城与工会之间 存在安全和管理问题的纠纷 去年12月 台积电与工会达成了一项劳工协议 成立了一个新委员会 专注于工人培训和安全问题的透明度 香港电台报道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遭遇枪击 一犯被控企图谋杀 内务部长埃什托克称 这是一宗孤狼式袭击 一犯在总统选举后变得激进 曾参与反政府示威 总统恰普托娃和后任总统佩列格里尼 在总统府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政党暂停欧洲议会竞选活动 直到局势平静 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利尼亚克 暂时领导政府 他表示非左的情况严重 治疗进展不容乐观 能否完全康复上不确定 星岛日报详细报道了 斯洛伐克总理非左遭遇的袭击事件 非左在光天化日下 被枪手近距离射击五次 腹部和手臂中枪 经过五小时手术后 情况严重但稳定 当局称枪手有政治动机 以起诉其谋杀未遂 但未公布姓名 当地媒体普遍认为 袭击者是一名71岁的诗人尤拉医 辛图拉 非左因呼吁结束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和对俄罗斯的制裁 而引起争议 斯洛伐克政界人士认为 这次枪击是对民主的攻击 呼吁各方保持冷静 并暂停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活动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第十届台湾资安大会在台北开幕 吸引于400家信息安全品牌参展 美国在台协会处 长孙小亚和台湾总统蔡英文 强调美台共推数字团结的愿景 以应对威权国家的数字主权胁迫 孙小亚表示 数字团结旨在建构高韧性的数字生态体系 面对共同的资讯安全和网工挑战 美台需持续合作 蔡英文则强调 台湾秉持资安及国安精神 提升国家数位任性 并在政府政策带动下 资安产值已超过新台币744亿元 资安专家蔡松廷指出 台湾遭受网工频率高于全球平均 未来需加强网络防御合作 严防网工威胁 星岛日报报道 越南政坛近期掀起一场地震 越共13届九中全会于16日批准了 张世梅辞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和中组部部长职务的请求 据《年轻人报》报道 张世梅因触犯法规和行为不减 严重损害了党的信誉而被迫辞职 与此同时 越南政坛的动荡并未止步 国家主席伍文赏和国会主席王庭慧 也因涉嫌贪腐和违反党员规定相继辞职 越南政府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行动 政局变动频繁 甚至越南首富张美兰也因涉嫌炸带3300亿月顿 面临审判 恐被判死刑 香港电台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间公安部部长王小红 在北京会见了南韩警察厅厅长尹西根 双方就加强打击治理跨境犯罪进行了深入交流 王小红表示 中韩两国互为重要的近邻和合作伙伴 中方愿与韩方共同强化执法安全合作机制 特别是在打击跨境赌博 电信网络诈骗 毒品和金融犯罪等领域 尹西根也表示 愿与中方加强合作 共同提升执法能力 维护两国的安全与稳定 双方的会晤 标志着中韩在执法安全领域的合作 将进一步深化 为两国的安全稳定提供有利保障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知名内衣品牌Victoria's Secret 维多利亚的秘密 宣布停办六年的内衣秀 将于今年秋季重磅回归 该公司在Instagram发布预告影片 并向美媒USA Today证实 2024年的内衣秀将以强大 现代的视角呈现 满足客户对魅力 展台 时尚 乐趣 翅膀和娱乐的需求 维多利亚的秘密时装秀 自1995年开始 曾吸引众多名人明星参与 包括雷哈纳 艾利安娜 格兰德 泰勒斯等 2018年 时任首席营销 关拉泽克 因不当言论 引发轩然大波 导致品牌形象受损 母公司Albrands 最终取消了2019年的内衣秀 如今 内衣秀的回归 将以全新的面貌重新登场 期待为观众带来 耳目一新的视觉盛宴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司法部周三 拘捕了一对曾就读麻省理工学院的兄弟安东和詹姆士 佩雷尔 布埃诺 他们以新奇的手法 在短短12秒内偷走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 这对兄弟利用他们在麻省理工大学数学和电脑科学系的知识 花了数个月策划这次偷窃行动 最终在2023年4月 他们通过非法取得待处理交易的存取权限 改变了加密货币的流向 成功执行了这项计划 检察官威廉斯表示 这种窃盗行为严重质疑了区块链的完整性 起诉书指出 他们利用了MEV Boost软件中的代码漏洞 这是一款以太坊网络中验证者所使用的软件 用于认证每笔新交易的有效性 据信 这对兄弟得手后拒绝退还资金 并采取了多项措施清洗和隐藏偷来的加密货币 包括成立空壳公司 使用多个私人加密货币地址和外国加密货币交易所 他们面临电信诈骗和洗钱等罪名 可能被判处最多20年监禁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国际法院将举行听证会 讨论南非提出的请求 要求就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进攻 采取额外紧急措施 拉法是加沙南部的一座城市 超过100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战争中寻求庇护 南非将于周四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点 在海牙法院进行公开口头辩论 而以色列则定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周五8点发表意见 此次听证会的核心在于评估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是否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紧急措施来保护平民 南非的请求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的关注 尤其是对平民安全的担忧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谢谢